因为她跟一个百万博主合作了一个团购 然后我在那边买了个短袖 当时质量还不错 所以我就关注了这个商家 菲女士介绍 后来她被引流到微信 加了团长的微信群 通过快团团小程序下单 大概是从8月份开始的 大概买多少 买的品类的话就是有吃的水果 然后生鲜 然后一个服品化妆品 还有一些衣服一类的 然后小家电 你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呢 一共买了14万的样子 当时不知道我花了那么多钱 我是到事后去统计我才知道 菲女士把餐团记录整理了出来 从8月开始 她基本每天都会下很多单 大多是单件 主要涉及的团长有两名 那些都是你的必需品吗 因为它品类比较多 然后也是我需要的 但你不能说是刚需 但是是我需要的一些东西 你的生活支出消费每月 也要七八千 菲女士表示 在这部分支出中 有一部分东西是体验用的 那我们进入到福利情侣以后呢 她就是说 这些东西 它是免费从商家那边得到的 她想经营一个素人营销推广 我先支付这个商品的价值 我再额外付个运费 然后我把我那个体验啊 这些东西啊什么的都给她之后 她会退这一部分的费用给我们 那个快券团上面的商品价格 会退给我们 菲女士账号的贷退款记录 显示为99家 菲女士整理出一个表格说是未发货的东西 加起来有近十万元 因为当时 因为她当时买的时候是这样子 我买了以后呢 她会说 那个厂家那边 因为是 她就会说还没有发货 没法发货 然后呢 要我们等一等 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呢 她会陆陆续续的发一些 在价值比较小的 金额比较小的东西 那我实际到手的东西并没有这么多 所以我 我还是会有一些需求在那 从菲女士提供的群聊天记录来看 10月19号左右 团长在群里发言 说是资金周转不过来 统计下来 给各位返款已经上千万 请大家登记自己的返款和到货记录 菲女士了解到 对方人在江苏 她从群里拿到了一位团长的联系方式 记得拨打过去 菲女士现在的诉求是 把未发货的都退掉 快团团是拼多多旗下的团购工具 菲女士联系了拼多多客服 对的 这两个商家的电话都是一个1525号 3801的 她为什么没有发货 但是她会显示确认收货 这边我也是看到了 您这边手中的问题 但具体的快餐单 也是咱拼多多一个主要的一个小生 对 拼在这边也是方式处理一下 菲女士在平台上和快团团客服沟通过 对方表示 所有人都可以开团 没有账期 你的钱到了供货商的账户上 大团长是可以马上提走的 还有供货团长是基于私人关系 信任关系才卖 顾客也是基于信任购买 如果商家他现在因为因为你们的机制问题 他直接拿到了钱 他后面可能就不会把钱退给我了 那你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 这边具体的方式的话是咱们专员告的 我已经一个礼拜联系你们平台了 我没有接到你们专员的电话 后来快团团方面回复 接到相关反馈后高度重视 以第一时间核查并报警 同时依规冻结涉事账号 目前警方已进入调查 他们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依法依规及时跟进处置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818黄金眼记录报道 inqu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